在美国,超过2500万人患有抑郁症 包括过度的担心或恐惧,以及反复发作的焦虑 患有抑郁症的人经常会感到悲伤或绝望 对事物失去兴趣,无法集中精力 睡眠有困难并感到疲倦 在慢性疾病患者中,同时患有抑郁症的人比例更高 例如癌症患者约有三分之一患有抑郁症 这会导致严重后果,包括生活质量下降 抗癌治疗的依从性降低,住院时间延长,甚至自杀 虽然药物和心理疏导是治疗抑郁症的常规手段 但是严重的副作用令人担忧 抗抑郁药物的不良反应包括成瘾 性功能障碍 心动过速 癫痫发作 视力模糊 头痛以及与抗癌治疗的冲突 自然界存在强大的神经保护性植物 来自这些绿色植物的成分能促进神经元细胞存活和分化 抑制神经元细胞凋亡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 使用自然疗法来治疗抑郁症和焦虑症的人显著增多 自然疗法被认为是药物治疗的安全替代品 具有较低的不良反应或戒断风险 对于那些无法从常规药物中获益的患者 可以考虑使用自然疗法作为代替 许多植物可以为抑郁症患者提供帮助 以下介绍11种常用于抗抑郁治疗的绿色植物 一 羊甘菊 羊甘菊是最古老的调用植物之一 是一种具有放松作用的流行草本植物 古埃及人 希腊人和罗马人将它用于药品和化妆品 最有名的是德国羊甘菊和罗马羊甘菊 它们都是芳香草本植物 羊甘菊提取物具有抗焦虑活性 这主要归因于它所含有的天然黄酮类化合物 芹菜素 Apignin 它可以产生轻度镇静作用 并疏解焦虑紧张与恐惧 使人放松 缓解发炎和疼痛症状 帮助睡眠 芹菜素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抗癌化合物 这种草药特别温和 可以安全地用于成人和儿童 2. 西藩莲 西藩莲是原产于南美洲的藤本植物 很久以前 西班牙探险家从秘鲁当地人那里认识了西藩莲 并将它带到欧洲 被认为是一种天然的镇静剂 这种植物被人们用于缓解焦虑 改善睡眠 癫痫和疼痛 西藩莲含有类黄铜生物碱 具有抗焦虑 镇静防止药物上瘾的功效 常用它作为改善睡眠和减轻焦虑的药物 此外 还可以排毒养盐 促进人体代谢 3. 藏红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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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叫藩红花 香气浓郁 是有名的香料 它是渊伟科多年生花卉 主要出产于伊朗 明朝时经西藏传入中国 故称为藏红花 藏红花可能是世界上最昂贵的花 也是高档香料 其实它只是花的柱头 因为稀少所以昂贵 藏红花在3600年前就已被用作药物 据报道 在轻度至中度焦虑症患者中 藏红花提取物可有效缓解多种抑郁症状 其效果可与标准抑郁药 福西厅和丙密情相媲美 此外 藏红花还可降低精前期综合症女性的焦虑和抑郁症状 藏红花的抑郁作用可能是由于其抗氧化、抗炎、神经内分泌和神经保护作用 科学家最近进行的一项双芒随机试验表明 藏红花对抑郁症的治疗具有显著作用 且副作用很少 在安慰剂比较试验中 藏红花与抗抑郁药相比具有相似的抗抑郁功效 4. 红景天 红景天生长在海拔1800米到2500米无污染的山坡、临下或草地上 处于低温寒冷、昼夜温差大、干燥、缺氧、狂风、强紫外线照射的环境中 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对极端环境的适应性 红景天以抗焦虑和抗抑郁特性而闻名 它所分布的地域位于世界上最北部的地区 冬季漫长而寒冷 西伯利亚人、芬兰人和斯堪迪纳维亚人 使用它来治疗所谓的季节性情感障碍 这是一种由于没有阳光而引起的与季节变化相关的特定抑郁症 早在几个世纪以前 西伯利亚人和斯堪迪纳维亚人 已经使用它来应对寒冷气候所承受的紧张生活和抑郁症 俄罗斯宇航员和克格伯特工也服用红景天 以帮助他们面对巨大的身心压力时从容镇定 毫不奇怪 科学家发现红景天可有效治疗抑郁症和焦虑症 并且显著改善高原反应的症状 最近的研究表明 红景天能使人的身心状况得到明显改善 并且有助于预防高原反应 红景天的主要活性成分是红景天干 这种植物分干类化合物具有抗疲劳 抗衰老 抗缺氧 保护心脑血管 抗癌的作用 5.玫瑰花 玫瑰花色泽艳丽 清香妩媚 自古以来就是美丽和爱情的象征 这种原产于东方的古老花卉 受人类的追捧已经有2000多年了 玫瑰花是蔷薇科的多年 生灌木玫瑰的花蕾 在每年的4至6月 即将含苞绽放之际采摘收获 中国古代有点记载玫瑰花有礼器解育 揉干醒味 调经止痛的功效 玫瑰花的主要成分为香茅醇 橙药醇丁香油分 玫瑰花香的味道能有效缓解头痛 恶心和神经衰弱的症状 喝玫瑰花茶可以抵抗抑郁 玫瑰花最明显的功效就是 礼器解育 活血散瘀和调经止痛 能够温养人的心肝血脉 抒发体内郁气 起到镇静 安抚抗抑郁的功效 在工作和生活压力越来越大的今天 玫瑰花逐渐成为女性饮品的代表 女性在月经期常会有些情绪上的烦躁 玫瑰花茶可以起到抵抗抑郁 缓解痛经的作用 同时也可以改善肤色和容颜 6.圣约汉草 圣约汉草也被称为冠叶金丝桃或冠叶莲鞘 这是一种在野外生长的植物 用于精神疾病已经有几个世纪 在欧洲 这种常见的黄花草本植物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 在德国 圣约汉草用于抗抑郁治疗 已经有100多年历史 它的活性成分金丝桃 素在抗病毒抗抑郁抗肿瘤等方面都有重要的作用 作用与抗抑郁药相似 金丝桃素会增加大脑中的化学性时 例如抢色案 多巴案和去甲肾上腺素 以提升和调节情绪 有趣的是 圣约汉草没有抗抑郁药的一些常见副作用 例如性欲下降 大量的研究表明 圣约汉草与许多抗抑郁药相比具有优势 并且副作用的发生率要低得多 研究还发现 它对治疗季节性情感障碍有效 七 薰衣草 薰衣草为纯形科草本植物 盛开蓝色或紫色碎状花絮 以产生薰衣草精油而闻名 是最受欢迎的香草之一 被誉为宁静的香水植物 也称为香草之后 迷人的紫色和沁人的芳香 能稳定情绪 舒缓压力 提振精神 一直为许多人所喜爱 薰衣草精油富含方张唇和乙酸方张纸 具有抗经觉 抗抑郁 抗焦虑 镇静催眠的作用 是一种有效的抗抑郁和助眠药草 它可以让人们的睡眠质量更好 尤其是老年人 此外 它对癫痫和头痛也有改善作用 薰衣草精油多用于香水和芳香疗法 因为它的香气具有镇定作用 在淡淡的花香中让紧张 烦恼和压力慢慢消失 宁静会轻柔地抚平情绪 诱导生成宁静的睡眠 薰衣草花也可以加工 成口服营养补品服用 8. 加纳子 加纳子是一种产于西非和中非的 木本攀原灌木 这种豆科植物开绿色的花朵 结黑色的豆甲 它的种子应富含五强色氨酸 而备受关注 五强色氨酸是一种天然物质 在大脑中直接转化为五强色氨 是人体血倾诉的前提 用来合成神经及大脑的一种重要物质 对于维持正常的神经和大脑功能有帮助 可以治疗忧郁症 五强色氨还可以转化为另一种重要的激素 松果腺素也叫退黑素 退黑素促进睡眠 延缓衰老 支持更好的睡眠质量 同时 五强色氨酸还可以有效控制食欲 提高保湿中树的敏感性 降低饥饿感 使减肥过程更轻松容易 是减肥辅助保健品 9. 斜草 斜草是生长在欧洲、北美和亚洲等北半球的多年生草本植物 每年5-7月开紫红色至白色的花 它在世界各地已经使用了几百年 包括古希腊、印度和中国 斜草的根一直做膳食补充剂使用 主要有抗焦虑、抗抑郁的作用 斜草也用作助眠剂 可缓解失眠、睡眠障碍、焦虑等症状 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了斜草治疗失眠和减少焦虑的有效性 斜草的另一个用途是帮助吸烟者戒烟 10. 黑生麻 黑生麻是一种北美洲多年生植物 有悠久的食用历史 美洲印第安人和美洲殖民者用它来缓解更年期症状 更年期通常在50岁左右的女性中发生 包括潮热或倒汗、阴道干燥、耳鸣、眩晕、睡眠障碍和烦躁 黑生麻含有磁激素的天然浅体 人体利用这些原料来生产自身的激素 黑生麻除了可以用来治疗更年期 还对神经系统有镇静作用 它含有的成分与血清素受体结合 降低抑郁和焦虑、调节情绪和精神压力的风险 但是黑生麻不适合孕妇和肝病患者使用 11. 圣洁梅 圣洁梅是天然植物 西洋母金树的果实 是欧洲常用的传统药草 圣洁梅含有一种很类似人体黄体素的成分Vitex 可缓解金钱、烦躁不安、悲伤、焦虑及月经不规则症后 促进乳房健康 圣洁梅有助于调节女性荷尔蒙功能 从而增加生育能力 缓解更年期症状 增强性欲 改善情绪并减轻金钱综合症引起的疼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